我们在座的各位主观还有我们在线上的各位伙伴大家主观 那我是在这一次我们有机世界大会OWC2024负责一层的一个部份的组长 那我是拿到一个科学的院长比较陈博欣 那我们这一次整个有机世界大会 就是OWC是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Congress Congress很像Congress这么学术性 但是它其实有一些学术的部分在里面 那我们这一次整个大会的主题就是生根有机实现有序 那由我来介绍一下关于论文投稿的部分 下一页 那今天的内容的部分大概分成几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根投稿的时间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一次 其实在生根有机实现有序底下 我们有四个大会的主题 那跟大包包一下的四个主题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一次投稿的种类 还有其实非常多不是只有限于学术性的 那还有话也像一些比较 creative contribution部分也都会有 那第一次这一次投稿的发表形式的部分 那再来第五个部分就是报告摘要的基本格式 那第六个部分呢 其实我也收到很多的会员 大家关心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一个世界的会议 那但是可能有些人在语言上面 包含现在一定要是英文的部分 那没有办法来去做 那怎么办呢 也因此我跟大家讲 其实现在有一些软体非常好用 包含像这个Change GDP 那所以其实可以帮忙大家 来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我想再来我们下一页 那在整个整个我们的时间表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在论文投稿部分 目前如果大家Google OWC2024 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看 整个论文投稿已经开放了 现在开始就可以投了 而且我们已经有收到部分的这个稿件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截止呢 一直到7月31号 就7月31号 我们会完成整个论文投稿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稿件的数量不是很多的话 也许我们也会是需要 再来去做演讲 这很多演奏会其实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的目标是多少篇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上一届因为是在法国 那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可能参考价值比较低 上上届我们在印度办理OWC 总共有收到500篇摘要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目标就是500篇 那如果发到500篇我们就是按时间 7月31号把它关闭 那如果有一段落差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extension 那什么时候会通知接不接受呢 原来是我们在8月31号 以前会完成所有的审稿的程序 关于摘要的部分 然后来发送所谓的接受通知 那在摘要投稿的时候呢 很多我们的这一些改良场 实验所比较关键的是 他们希望可以再投全文 就按照这个摘要来衍生出来的全文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开放 我们会从摘要通知接受以后 来去开放所谓的全文的投稿 那整个投稿 原来上从9月1号 一直到11月3号 我们会截止这个论文全文上传 那但是这个论文的部分 就是由我们一个国际的有机的其他公司 他们来去做整个审查的部分 那在整个投稿程序之后呢 我们从11月30号开始 会先有两天的会检会 那12月2号到4号 这是我们正式的有机世界大会 所有的这个摘要 投稿的 他们会被邀请到我们的有机世界大会 来做报告 这里面可能包括火头报告 包括海报的发表 就像我们今天后面这个样子的 海报的发表的部分 那为期三天 然后到五花片的话 这两天的就是我们有机世界大会 这个iPhone它的一个会员大会 那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条 让大家报告一下 下一页 好 那我们这一次 为了这个部分的一个 深更有机实现永续的出题一下 那大概就分成四个不同的一个 我们叫checks 那这里面包含 第一个是有关于 知识跟有机东方分享 这可能就是比较属于 这个 学术性的意味比较重 或者是操作性的意味比较重 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 文化跟生活方式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有机的产品的一些 市场跟行销部分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 我们有政策面 来去推动有机农业 所以大概这四个面向呢 是含表我们这一次大会的 主要的内容 那在下一页 好 那在这一些主题底下呢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议题 我们叫议题 英文叫topic 那这些topic的部分 包含像在知识 跟有机农法分享里面 包含像怎么样去做有机农业的创新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 除了我们一般作物在美湾 还有有机蓄产的部分 有有机养殖的部分 那包含像土壤的 soil conservation 的部分 都会包含在这个知识跟农法分享的里面 那在文化跟life style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像 这个biotic chain 就是我们欧洲的一个有机区 那另外还有包含像 原住民的有机农业的文化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强调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在这个有机市场行销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包含一下 我们这有机验证的部分 相关的验证的标准 或者是产品的行销 都会放在整个market这个部分 那政策的部分我们大概比较层次 就是从在地的local的政策 到我们国家的政策 怎么样去提升有机 然后到整个全球的 global的这个policy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工具的部分 放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政策面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的tubit 那tubit底下呢 又有各个内容的主要的一些解释 那大家说我们这网页上面 我们看这个因为看不太好 其实现在网页上面它都有自动翻译的功能 所以你说他用网页上面 他就直接把它翻译 他要把它复原成一文才行 那在下一页 所以这个问题都有 那我们投稿种类 这一次总共有三大类 第一个类别叫做摘要 它是比较一般学术性的 比较偏向科学研究 所以我们在摘要的格式里面 会要求要有背景 动机 然后材料方法结果讨论 大概这个部分 那原来上每一个投稿都是一页 一页 500字以内 那第二种就是有时候 它有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农法的分项 或者是超货面的部分 那这时候肯定可以投入 或contribution的部分 或者是case start 就是案例研究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它其实只要叙述说 我这个农法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怎么样可以来去提升有机的一个 萌业的意涵 就是所谓的实现有机 生根有机 那就可以投到所谓的contribution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我可能写了一首歌 我做了一个诗 或者是我想要创造一个舞蹈 来去呈现这个所谓的有机的意涵 可不可以 可以 这时候我们会要叫创意投到 Creative Contributions 可是我还是要看 所以还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这个诗的发想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这个歌曲的发想 比方说我们以前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那个像 水车公牛 有听过吗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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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水车公牛这首歌 它其实是什么 很符合永续的意涵 我们用打追加的方式 而不是发电器来去做发电 所以像这种 它有就是Creative Contribution的部分 也因为它的性质不一样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如果是摘要的部分 我们不接受图片 或者是表格 摘要就是文字叙述 但是如果是在Contribution的部分 它可能是一个农法 比方说早上成像报告土秋栽培 那这个可能就可以放一个土秋栽培的照片 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字说明 我们就知道土秋栽培到底怎么去做 那如果是创意投稿部分 除了图片以外 我们也会希望大家录制一段 因为唱歌跳舞很难用文字去表达 所以希望大家录制一段5分钟以内的影片 上传到YouTube上面去 让我们可以来去做一个审查 所以这是三种不同的类别的一个差异 再往下 那到会所来报告呢 其实我们大概会有几种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场地 一天大概会有8个场地 然后每一个场地三场的分组演讲 那到时候会有演讲的主持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Coordinator来去主持 那这里面有几种报告的形式 包含像口头报告 就是从头讲到像早上我们的包吻影片一样 那另外有一些可能会是比较讨论的形式 像鱼钢讨论圆桌会议 这个形式上面其实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鱼钢讨论它的内容和怎么样 那另外还有就是海报展示的部分 那至于说创意投稿的部分 我们也就是交由我们的那个 Moderator或者是我们所谓的Coordinator 他来去看怎么样去进行会比较顺畅 所以这还是要是我们到时候收到的内容 来去做安排 因为我们不一定不知道会有这个 Reactive Contribution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决定 那应该在7月底以前 我们大家就会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稿件是AppChat 多少是Contribution 多少是Creative Contribution的部分 再下一页 那我们这个报告很多人讲都被写中文 基本上可以是 但是你要想办法翻译成因为比较不好意思 它是一个国际研讨论会 那基本上一页的A4 那用英语撰写这个是基本要求 因为我们在审稿的部分 会有很多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审稿者共同来参与 那所有的灾业就是单段落 不是那个两个Pollet这样 一个Pollet 然后最多500个字 那另外提供我们作者的一些资讯 那也有一些关键词 那另外在投稿的时候 为了说我们之后在审查上面比较方便 所以在投稿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上一系统会知道 它一开始就要学 你到底要投稿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投稿 哪一个集市是AppTrack 还是Contribution 还是Creative Contribution 那这里面Contribution 可以有图片跟照片 那如果是Creative Contribution 可以有图片照片 还要包含整个图片的部分 然后影片 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规范 这个在本页上面都有 那在下一页 那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整个投稿之后 我们会组成一个委员会 来去进行审查 我们四个主题会有四个委员会 那这委员会里面每一个主题都会有我们南华的老师 会有我们台湾帮的iPhone的Member的代表 会有我们iPhone国际组织 他们提供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审查人 那大家共同组成一个讨议 原来我们会进行分稿 分稿以后大家审查外扣 我们会针对每一个主题里面 到底我们要接受多少的摘要 那可能有一些或许会被拒绝 那有些可能要求修改 那这一些我们会在8月31号以前 来陆陆续续以电子搜索来去通知 那如果投稿被接受 再要被接受以后 可能就开始要准备包含像海报 如果是Poster的话 那如果是口头报告的话 可能就是要准备那个简报 就像有包含像这样子的slide那些 那通通包含像 如果是你还想要投全文的话 也一样就是通通在11月3号以前 11月3号以前 就是把这一些海报啊 海报不用了 把简报的档案 把论文全文 一样就上传到信上面去 那如果是简报都会收起来 那之后大家可能就是从各地来 不用再带这个简报过来 那另外论文全文的话 就是开始交付审查 那海报的话 当天参加的人自己带过来 张贴就可以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再下一页 那为了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做了三种不同的模板 第一个就是这个Apichet 就是一般比较科学性 学术性的模板 那这里面包含像题目啊 BC程度的模板 里面包含像我们的这个目标啊 研究目的材料的方法 结果讨论啊 五百字以内 那另外加上一个keyword 就是我们的关键字 另外就是要指明我要投的是哪一个主题 那主题底下呢 可能要选一到三个 比较符合的议题 就是我刚刚讲的topics部分 那网页上面其实都有 这些topics的那个 一些它的内容的说明 然后呢 让我们比较方便来去做认导 那先往这比较方便 那底下可能就是我们的opulation 就是我们单位的部分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些format的一些规定 这是摘要的模板 那另外contribution的部分 下一页 那contribution的部分就比较简 那它可能就是一个contribution的object 就是它叙述一下我们这个内容是什么 那另外可能上面可以放一些图片照片 那一样的关键词会有这一些 那下一页 就是我们的creative contribution的一个模板 那这个部分也这样 那大概可能这里要放一个所谓的youtuber的一个联系 那当然如果没有放放也可以 所以它是一个option 可是如果放的话 会比较让我们容易去做这个评 evaluate 就是去评估看是不是可以接受 那在整个的部分都是用Word 就给我们Word的那个投稿档就可以 那再往下一页 那我想其实大家可能会说 哇那这个要学英文好困难 其实并不会 如果有现在的翻译软体 或者是像我们讲ChangeMedia来讲 你只要打这几个翻译字 就可以去下载它Free Download 那下载以后就可以来去使用 那发展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翻例 这个是今天 我们刚刚在可能某一间会议室里面 用的报告群给我包拿来用 那这里面发展像题目作者 还有它的内容都会有 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ChangeMedia这个软体 来去做翻译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它翻译的内容 真的是不错 我自己写的 内容还要来 而且这个ChangeMedia 现在可以揪错 揪错就是可以看到里面 有哪一些文法上面的错误 或者是拼字上面的一些错误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可以建议大家 如果说可以的话 就先用中文系 然后用ChangeMedia 来去做翻译 翻译完以后 寄给我们 我们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外籍生的同学 我们有很多可能之前在 像那天在会 那之前在Waterham 就是加拿大的华体舞台学念书的同学 那我们会让他们来去再看一看 那当然是审查委 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那到底我们的接受率多少呢 接受率多少篇大报 在上上次印度500篇摘要 总共拒绝了多少篇 15篇 所以其实接受率非常高 那大家只要愿意尝试 那想问一下就是把它翻译成一目来讲 其实大概上被接受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因为被接受是什么样子 我特别问了一下iPhone的主办单位 他说 原来根本看不懂 他写的内容是什么 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你觉得 我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所以其实大概上 因为是一个研讨会的性质 那比较努力大家共同来参与 那唱歌跳舞这些其实都可以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在今年 大家共同来可以 那看可不可以超越我们上上次 在印度 范林的500篇的一个摘要 那最后我们这边有网络吗 跟他报告一下 有网络吗 我们OWC2024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这样的一个名称 投稿信 都已经开放了 里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内容资讯 都已经在 我们的OWC2024的网络上面 都已经呈现了 像这些4个主题 然后4个主题底下的这个印象 给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大家想要投稿的话呢 首先你就GoogleOWC2024 或2024OWC都可以 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一次的 有机世界大会的Homepage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其实 右上角那边都有翻译 可以讲说你要不要把它翻成中文 另外这边我们看一下整个 那个call for contribution的部分 上面那个地方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call for contribution 这一个 按下去 底下 底下我们把它下来看看 就是这里面呢 就会告诉我们这一次 刚刚谈到的 我们这一次总共有哪4个主题 然后4个主题 4个check 按开来 主题底下的topics 往下 往下拉 然后它的read mode那边 它的这个topics用哪一些 然后topics底下的说明 那这其实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其实跟iPhone那边 来来回回 大概讨论了 十几次应该有 就是他们针对这里面的内容 其实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地来去看 那他常会告诉我们说 诶 陈老师你们是不是遗漏了某个部分 像一开始其实遗漏的话 像有机的血产养殖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 我比较不是那么了解 或者是 他认为说像这个 有一些他认为说像 AI 他们认为这好像不太适合放在有机农业里面 但是我们也跟他具体力争 我们这个AI 不是要去让这个大农变成托拉斯 而是要让小农 他们可以足以来去生存 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AI 那所以来回回 大概过通了 四集二十四里以上 那另外投稿的部分 投稿部分再往下 这里 Submit your contribution 再往下 这里往下 大家按下去以后 就可以看到 他会有不同的 那个 那个 contribution 或者是 AppTrack 或者FullPaper 这里面其实都有 那你要是Oracle 还是要 Posite 那 Summit Summit contribution Summit一下好不好 Call一下稿 刚刚那个地方 Summit 投稿的那个部分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用手机啊 或者是用这个影片来试试看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都You ready了 就 比较不好意思 其实有些三位 有些会友 一些会员 对我们有一些责难就是 为什么 11月12月开始要换了 我们到现在已经才到底 我还是要跟大家 当然牵托一下 牵托一下 这个以前的主办 党委都是用三年的时间 来去规划 所以 所有的细节 我们都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 要必须要去跟IP那边 来来来 就回来来 一直去商议 那所以比较抱歉 我们这一次 会有点晚 有点晚 可是大家应该可以想一想 我们是在今年 正是正在开始 等于是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要做可能三年的规划 所以这个部分 特别要跟大家做一下报道 那上次 我针对整个论文文高的部分 做的一个报道 那再来 要直接 没有我想说 因为有关注我们 你们有在做 我建议好不好 是 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刚刚那个 昨天讲的那个报道非常好 就是一个 做的很完整 但是我 我直接的说 是不是有需要 发个给 包括 我这样的那个 发文系统 给所有的 大学 给所有的 试验场所 然后给所有的 便机 知道 让他们知道 因为 我们虽然放在我 房间上面 但是他们不一定去看 让他们知道 说我们有这样的活动 十二月 然后都要投稿 要七月底之前 然后 鼓励他们的会员 来 这个 这个 我想 这些 有必要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这个投稿的人 都说 他不知道 他是来个 check 我们是不是可以 也容许 就是说 他如果投错了 你就不错 放他 踩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 我想 这个 整理来讲 那个 AI的部分 我刚刚也跟 两位校长 陈奥君上 都报告过 他们也基本上也会有 这些想法 也就是说 我们南华都委 这一次把 把这个AI 放到 AI跟农业的关系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提出这样的 他用其实是蛮多人 他觉得说 AI弄下去 一定是 让这些 那些大农 那些大农的国家 那些 那些 来掌控 来掌控 这个农业生产 那我跟他说 不是 我其实是需要 透过这样的研究 可以让 小农 有机会 可以 可以繁殖 可以生存 那就是有好几亿个小农 这个 但是小农 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面积 可是他生产百分之三十 其实两次 两次 那这个 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 这一次 犯了AI后 对我们 港法 把他将来的那种 减碳 这种 这种贡献 我觉得 这种非常重要的功夫 所以 拜托 教授 教授 这个 继续支持这样的活动 但 那个 洪耀明啊 这个 郭欣 做得更顺利更好 我觉得 这是 这不只是 这个 国家的大事 也是拿法大型的大事 那如果我们一起来努力一下 那我们努力 所有的 这个 我们现在台湾民 都有机农免 那 有些 有些水準都蛮高的 但是他们不觉得 他们的东西可以拿来挖表 啊 那可能 我们就是要鼓励一下 比如说 contribution 他们 他们 道论的有些东西都有 都有他们的一套 啊 那都可以拿来挖表 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原理要凑个500分 我们还要最少可以凑个300分 好不好 啊 这个是我的建议 啊 谢谢 好 谢谢 第一项有关于这个 我们 八文的部分 还有第二项就是有关于审告 如果是拖 投做主题的部分 这个我们其实在审查之后 会有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的余佑会给一些建议 那这两分我们就列管 好吧 那我们列管事项 我们大家本来就有预计这样子 那可以做啊 那第一项有关 其实学校这边 一直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线支持 那所以 包括这个 我们 林副总校还有我们 文学长这边 所以这个部分 那另外 因为刚刚有这边秀出来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里面都会有中文版 那他不用怕说 哎 我们里面在那边看康哥导 里面都会有中文版 那另外 投稿的部分其实一开始 就是先出测 有一个帐号 有一个康哥 那之后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都有中文版 那另外 这个康哥好了以后 那就可以去做一个帐号 那帐号以后 投稿或者是 看他的审查的进度等等 就是透过这个帐号去看 这个其实 我们看一下中文版 因为这个现在的诉求 是对国内 是是是 可以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一投稿 看一下那个投稿 一份 我主持人讲的 投稿 对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投稿的这个 一份 四个不同的 然后等一下 投稿的类似的 然后办本 那我们刚才讲的 要国版 这类似的部分 然后像我们这样 然后国稿的 规范 它必须 就是一般的 那国稿的 基本的一些规范 然后 这个中文版 可以了 不是我们可以编辑吗 不行 这个是自动翻译的 自动翻译的 它自动翻译的 对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 它这个自动翻译的 用过来 可能因为国内 我们的政治会 也不太一样 我举例来讲 你刚才像前面那个投稿 对不对 他说有contribution 那他说呼吁 变成是投稿 那有时候会变成 大家会觉得有点严肃 我记得 那时候六月初 我们到农粮署去开会的时候 王组长在讲 很多农事所 他们来参加这个会 他要拿到一些补助什么 他其中一个requirement 就是你要 你的paper被刊登出来 那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是 刊登在揪容 那天我们厘清了 只要大会的proceedings上面有放 而且把proceedings申请ISSM 这个我们 筹刊单位就可以做了 农粮署就会认了 他们就可以补助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 如果中文的用语 我们可以有点智商 就是欢迎投稿 分享 分享你的经验 分享 大家就是 不是要有什么贡献 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那个contribution 那么严肃 而且我觉得 可以补充这个 上次药明也有去 我认同这样子 就是黄署长说 我们弄了proceedings出来 不是journal 不是上他的 journal 这样的话 在CocoPaper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 这个是proceedings 对 有ISBM 就这样 这个是proceedings 对 就是这样的形式 那我觉得在中文里面 能够让投稿的人还知道 将来会出这本 proceedings 那我想他的 那个誘因中期可能会更高 有点小小的 那发文的部分 发文国内的 看哪些的 单位对象 我们班去请他们再转发 这个转发 都一定可以要来这样做 好 谢谢校长 我跟大家 更正一下 这个是我们班 所以我们在求证当中 我所知道是这样 那我们会把那个用词的部分 因为有些用词 他可能就是用那个 Google 对 刚才讲那个会很重要 他可以做一些修证 前面会去讲 不是我们一般用的用 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 有关于那个 整个的一些 文词要修认了理一下 对对对 这部分我们来去做一些修改 做一些修改 那 这非常好的建议 是是是 我们来做一些修改 另外我们 很多外景生都已经毕业了 回去了 那个 告诉他们 这样的机会 他们搞不快可以拖 一来一二十天 对对 我们在座 好多的先进在场 一个人帮我们拉二十天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理事长 二十天 哈哈 我们协会每一个会员 至少共心一点 大家共襄胜举 另外谈到那个 proceeding的部分 我们这一次四个 各会出 这个proceeding 那线上的 另外我们会去申请 那 后续 对不起 我想 第四个那个 现在我们 台湾不是到处都有那种 叫做社区 什么总体 应该 社区这种 那些很多东西 也许可以放在里头 那个应该也是要跟 那个是哪个 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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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好朋友 可以 可以跟他们谈一下 有些农村在 中产县 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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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我觉得李坚是 他就是在做这一块 他就是包装 可以其他的包装 有 他们很多文化 跟台湾的 传统文化 结合在一起 真的蛮好的 广化推广 我们应该是在7月4号 那天 我要讲一些相关的 库会 安心 大家 就去做话 我去 下午 下午 大家看有沒有針對我們整個論文投稿的部分 還有其他的一些建議 我覺得可能大部分會比較有興趣的是 會前會 工作班 還有就是我們所謂的發表處 怎麼樣讓國外這些人看到我們台灣有進入一些現況 所以我跟你講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再跟我們來做一些移缸 我們會盡量把它做一些修改 你剛才看到魚缸那個 什麼叫魚缸那個 魚缸會議它就是在私下 它中間會有幾個位置 然後旁邊會有幾個位置 然後主持人可能就一次從旁邊抓幾個人下 然後這幾個人再換上去 這個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那它是一個討論的一種形式 就像沃爾卡貝或者是 一種討論形式 就好像釣魚一樣 這幾個人 然後討論完以後 它就換到旁邊去 然後旁邊再一些人再EVOL進來 讓大家想要發言的人都有機會可以跟我們來去參與 他們叫Fishball 就是那個魚缸的那個討論的一個形式 它又跟那個遠座又不一樣 明明就是我們就故地之間參與 那魚缸好像變成說 它的人情其實可以再換兩塊幾塊 流動式 對流動式的 那有那個主持人 那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去 調整的一個呈現這樣子 那另外 另外我還是建議 就是說我們 我們回來提到那個 AI 來弄一些東西 沒有 我想你是專家 那 那我覺得 我為什麼會一直提這個 因為 我們現在台灣 就是全世界AI的種 老實講 我就想說 如果沒有台積電 沒有它的 這個整個供應鏈 那AVILIA 根本不存在 對不對 所以 那個 台灣有這樣的優勢 那我以前都 上一次我在 市主展的時候 我就講過 我說 我說Roc 是 Department of Computer Department of Chip 是晶片 晶片共和國 是電腦共和國 那我們現在是 台灣 AI 是TAI 後來 他跟他講這個 因為我兩三個月 你比較講 那 基本上 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台灣現在做精準農業的 或者是說 現在已經開始做AI的 其實蠻多 那 不管他做的 我們 也許 標形一下 然後弄一個 workshop 那你來注視 類似這樣 那 讓大家 開始來思考 AI 怎麼應用在農業 什麼 其實 是用的層面太多 多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譬如說 我這邊講 楊蜜蜂 楊蜜蜂 楊蜜蜂的蜂箱裡頭 就可以用AI來控制 對不對 你可以用AI來瞭解說 那個 空間發生什麼聲音 就表示有什麼問題 有醫護入侵 還是風網死掉了 還是怎麼樣 這些東西 然後有 有寄生蟲 有風險 然後溫度太低 他的活動力就 就上市 那你到今天來的時候 就沒有 沒有蜜蜂 可以參與 類似像這樣 都可以用AI 因為太多了 你如果想像的話 就是簡直太多了 可是 可是像豐瑞這一人 他不會去思考 因為他覺得說 AI是來賺錢的 工業 金絲什麼東西 一大堆用 輪不到農業 他農業賺不到錢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想辦法要去稅 這些人 不管黃金軒也好 蘇智峰也好 梁森厚也好 梁森厚也好 這些都是台灣的 而且都是非常優秀的 然後這個 對台灣很有感情 那我們告訴他們說 你現在你的企業社會 就是讓全世界大家 共融來 不是只有 只有那些大廠商 這些 這些 大有錢人 越來越有錢 可是 這些窮人怎麼辦 這些小朋友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這個機會 要求黃金軒來 來當Keyo Speaker 然後 鼓勵他來支援的 我想 一兩百萬一兩千萬 對他來講都是小事 然後 這個 特別是兩件 他是嫁印的 我們 我們又跟他攀一點關係 大家都還在嫁印 那 那我們就 就請他支出一頂一錢 來給 全世界的小農 到台灣來開會 那 我正常講 我們台灣現在 這個GDP 現在 已經超過日本 韓國 全世界排名 最有誰的國家 我們排第14名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連韓國 那個時候做的 都做不到 那我們實在是有點丟人 所以 所以我是建議說 我們把格局 一個地方大一點 那 有邀教黨 出面 寫個信給這些 包括 包括這個 台積電啊 包括這個 草新城啊 很多啊 台灣 像那個 連電 連電話科 那個也是 大家都對這個東西 非常重視 對台灣非常重視 台灣有這個機會 主辦 世界性的大會 我就建議 我們 你那個 信息也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開始來進行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那個 今天因為 今天有交代 所以我已經把那個 寫好 前兩天 剛剛翻成英文 翻成英文 那我們看到其實像 台灣 因為TAI 所以裡面就AI 認知 我們就是注定 要站上全球AI 產業的核心的位置 這個是我們 黃資金長 在台北電腦展的時候 所說的 那我覺得其實除了 所謂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智慧以外 AI 在我的認識裡面 應該可以是把它擴充到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就是農業創新 讓台灣有 雙AI 我們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 那 人工智慧跟 我們這個農業創新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怎麼樣來去做一個結合 那讓我們未來 其實在農業上面 可以去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也可以站上 我們農業創新的 世界的 關鍵的地位 好 那我的信的大概重點是這樣子 我在 因為反正 再請大家幫我們指證一下 好不好 那謝謝 我們下來建議 我看在座 針對這個錄板 我告訴你 什麼 其他的建議 就是好有 是是 謝謝 我們 建議跟期許 我們來看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時間不關 欸 林理事長 謝謝 林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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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今天主要是 來看 林校長 因為周邊真的有很多朋友 在關係 很難等 全世界的這個遊戲大會 都在台灣 這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一個機會 和過程 那我是這樣建議 我們整個就是深耕有機 實踐永續 他從一個院警一直到整個策略規劃 目標的實行 把架構整理起來 坦白說我目前還整理不起來 如果這個部分把它弄起來 然後 這個行動方案的部分 有一個配合 我相信 剛剛院長談這個目標 一定可以打 甚至超越 因為 如果沒有了解全包 的話要去投入得到 有時候 好像有點距離到齊 所以 沒有可能 這樣 把架構 弄出來 然後 這很簡單 把它 哦 原來是這個樣 我這樣表達 不曉得 做不做也 是 我是關心 就是說 很感謝 真的 老闆 團隊 哇 棒 讚 另外一個 前院長我要建議 就是說 我們的網絡上面 有哪個地方可以讓 全台灣的所有的 有機械的人 可以提供意見 就是說 可以增加些什麼東西 這個 有一個 對話區之類的 這個 考慮一下 第一個問題 就是針對那個 架構的部分 其實我也是 贊同那個 我們提供的建議 因為我們在之前做 所謂的 內容 對 他讓我們寫個內容 內容 這些內容都有包含 只是 都是一堆字 像 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然後 看應該是其實很吃力 那 圖像其實是比較 人的 就是 我們其實不用透過學習 看圖成它都可以 所以我們 試著來去把整個 那個圖像 把它描繪出來 然後 看是不是可以把它 放到網上 進去 就是這一些 大會的主題 主題跟 底下幾個 四個主題的關聯 然後 主題底下的一些 次之意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 一個圖像 可能大家會比較 有一點選擇 我們努力看看 第二個部分就是 其實在網頁上面 我們都會有一個 聯絡我們 包含在 摘藥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那就是 Papers 如果是 像在 或者是 或者是 sponsor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都會有不同的一些電子郵件 那 這裡是不是要再放 那個 就是像 以前我們 網頁上面都有 討論區 對不對 討論區 我跟 iPhone 他們有兩位 一個進化性 跟網頁設計 固定一下 五三點到五點 我們都會有 所以像 剛剛提的部分 我們就業務 我們就會提出 幫他給他看 他覺得 這個Ideer很好 比方說 一個剛剛提到的 Ficture的部分 一個是 現場回饋 回饋版是 回饋的部分 甚至回饋的部分 就進入了給你來找 所有人看到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不要提 如果他就可行 有幫 因為我們在設計好 給他們 然後他們由他們去放 就是網頁所有的介面的 上傳跟放 基本上就是 我們給content 然後他們決定 要不要放 就是這個 他的SOP 在我們內部做的 所以也不是說 我們講的 然後我回家 我們就離開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掌握 這個 你這樣報告 另外還有 那個 那個要報名對不對 那我想報名 就是說 有什麼 Early Bird 找鳥優惠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可能要早一點 讓我們台灣的貴人 要參加的人知道 什麼時候已經要報名 那當然我想 那麼貴的費用 我想 台灣的農民 或者學生想要報名的 可能性也不高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就是說 我們要想辦法去跟這些企業界大老 看能不能募到一些錢 來補助 不只第三世界國家 對我們的農民 對我們的年輕學生 應該也有一些 不好意思 這個我來回報 因為其實也超過 超過院長的入場 剛才的問題是 我等一下要 等一下我會整個報告 其實剛剛都還沒有報告到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 我大概說一下 就是說大概我們現在 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 一個是 開發的國家 或者高層一個子弟 它都是國家 那這費用 其實 我大概說一下 我們大概只有印度 費用的130-60 那當然 但是它總價是比印度高 但是因為印度 他們的GDP 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所謂的 顧價學準 我們撐完之後 我們就60% 然後我們也比法國低 全部都比他們低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人 真的不習慣的參加印度 但是我們知道 以學者來講 我們去國外之間的考慮 那個 這個東西非常便宜 結果我跟國外的有人 說 他說這好便宜 我都要1000每次 這個只有200元金 他們覺得很便宜 但是這個我不不了解 所以目前 上前兩天他們有提一個 一個愛的建議 過關人家 我說有沒有可能 只參加一天的 一天的有沒有可能 真的農夫的費用 像我們現在的 一天是只有 針對所謂的一天費用 但是沒有分為農夫或學生 真的嗎 其實講真的 會只加一天的會是省的 台灣人 不可能是其他國家來這邊 只加一天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學生農夫 我們可以跟愛夢 證取 然後把它降到很低 針對我們自己 這第一個 那這一個部分是 上次的那個 謝實會議的時候 其實我有第一個建議 我們有preconference 跟preconference 跟bio rule 那preconference就是說 我在11月30號的 合約1號的活動 那這兩天的活動呢 基本上 他不用繳這個費用 他只要繳 非禮的費用 那個非禮的費用 由誰決定 由辦preconference決定 那preconference 你也可以簡單跟大家說 好 這個場地費 偏一萬多塊 我自己包的 你幫我不用參加 我可以 可以 所以他可以參加preconference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所謂的企業展覽 那企業展覽 那企業展覽的部分呢 要不要收費不用 我講是參觀者不收費 展覽者要收費 所以呢 他也是可以看 唯一 這個feel是幹嘛 他要記住會怎麼 聽人家報告 他得相信 所以對我們台灣來講 就是 如果真的他都不像要求 他可以去非常看 然後但是不能進去聽 但是外面的那個 那些攤位啊 都可以看 都沒有問題 那preconference那兩天呢 他都可以參加 那參加的時候呢 會場的管制 誰管制 由preconference主辦單位管制 那你們要不然給他進來 是由我們決定 但是那個費用呢 當然是 我們是跟 跟preconference主辦單位收 那 一個會場一個多小時 大概收 一萬多小費 那那 由台灣做什麼 其實場地費 跟清潔費 還有方便一些 限制的費用 這些都是方便付費 這樣子 以上大概是這樣 這樣 或許有機會可以做一點解討 所以剛剛講了很多嗎 那這個方案我想我們後 後續應該會再跟大家 來再去做詳細的分享 這個費用呢 基本上 我們不可能再往下降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我們這一次有自首款 那自首款總共差不多是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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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六百萬 那一千六百萬的自首款 有一部分就是要從 這些費用來收 所以剛剛我們那個 這個程序好像特別提到這個 如果我們跟企業 那貨款之後 他那個企業貨款的費用 可能會補助 那像 昨天那個林聰明 副總教授跟我們提到 我們去跟國多位來爭取 那爭取他們去補助其他 其他就是所謂的 看光國家 他們都來參加 然後把參加費用呢 不是補助的活動 是補助到給他們的農民 費用 他們來繳錢 那那個錢我們收到什麼費用 我們是希望 各種可能性去做 但是唯一比較沒有辦法是 這個費用是 已經沒有辦法再講 這個費用是 我們這個官司的費用 跟iPhone從 開始開會到現在 一直到 大概應該是 這兩個禮拜才確定 大概前天的話 我們討論了很多次 他一直要 這個各種 為什麼他這麼多費用 算得非常清楚 你看看 那到最後這個是經過 企業信會議 Member 投票決定 非常的辛苦 來決定出來的費用 可能背後的費用不是說 好像說我今天 一個數字起上去 做這個價錢 這後面有非常多的工作 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放下我再請教一下 是 那個因為我前面沒有什麼參與 是 這個稍微的錢 我們 那個拿法材也可以分到多少比例 這全部回到我們計畫裡面 全部都 所有的會員會都 你收了費用 收了費用 收了費用在這計畫裡面 當作自酬 自酬管 當作自酬管 對 應該是 六四不是 六四 那四十八成 六四十八成 比方說如果是國外 外國的企業 會不會全部都是我們收 那我們收的話 就可以有一部分 來補助我們台灣的農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多少 但是我們現在的預算是 基本上 我們預算一切的話 並沒有補助台灣農民的費用 對 我知道了 對 所以你收進來之後 如果你是 我們的預估 我們當作用這個基準算是要收1000人 來計算 可是如果今天報名的只有800人 然後而且我們當作比例是假設 你開發國跟這兩個比例是各一半 可是我們的猜測是 開發出國家來的比較多 所以我們這樣 就即使要靠這樣的收費 我們預算還是不夠 如果這個預算不夠 不可能 辦這個活動 然後還要叫南華大學 拿錢出來 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最 我們其實 我們最耐心的是 就是這個背後的問題 所以我們已經 人家問我說我真的不可能再跟你講假了 我只能告訴你各種可能的方案 那像這個可以一日票的 跟針對農民的部分 也許跟 針對農民可以以外證取 那個是針對台灣的問題 因為 你可以相信 外國人到台灣來 他既然來了 他一定會繳這個費用 所以這一次票 就是 只有台灣人會參加 那既然台灣參加 我們 其實我們開一個特別留會 那大概 應該是最大的散 那這部分還是要經過 經過那個 CS7的會議 不是我們說的算 我們CS7會總共有七個人 那七個人呢 台灣方只有散會 然後一位是亞洲區的 部會長 另外三位是iPhone 所以如果要投票的話 我們台灣人是只有三票 所以我們不可能 所以iPhone有四票 所以基本上 在會議上 我們台灣官是 屬於非常弱勢 非常非常弱勢 就是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非常弱勢 所以這個票 我們已經來回 差不多過很多個月了 到最後才定價 我們是歷屆以來 跟前面兩屆是最便宜的 全世界最便宜 那當然還是受到 我們台灣人這種做 欸 他們還是很貴啊 這個就是 我們的實際的狀況 這iPhone這一次 因為剛好有這個機會 要參加這個 國老國長無息會議 哇 那他們意見實在是很多 而且到最後所有的 措施都必須進行這個會議 核定之後 你才可以對外賣 annonce 那所以他們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有意見太多 這個意見 那個意見 那個意見 要會頭整理 然後經過大家投票 所以真的是 但是真的要感謝我們 他們的這個 真的有辛苦 那這個原則上是 按照這個方式來處理 那我們台灣的農民 我們看看你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用reconference 或是vive work 那方面回來 鼓勵大家 陳向長剛才的意見 就是他們很care一點 他們很希望 很多開發中的國代的農民 能夠利用這次機會來台灣 所以後來我認想 外交部的國合會 說不定就是一個channel 你知道嗎 那透過 不是我們這個project的channel 而是外交部透過國合會 來什麼 來補助開發中的國家的農民 他們推薦來參加 這樣來講 不影響到我們內部的一個tour 我們外交的兼特殊的第一 所以我們也希望 假設有可能的話 那我們來看看 跟外交部部長來反映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這個問他就是要管他 要不要你其他報告完了 那請他 好 那麻煩切到我那個完整的報告裡面 麻煩切過來 好 我可能很快的跟各位講一下完整的報告 各位都完整的報告 我很快的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會議請到四點半 對 這個 好 我想因為可能 剛剛有跟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聽過整理規劃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一下 好 我大概很快 因為我大概想說用20分鐘時間講完 好 那中間我會夾雜 就是有關Biohool 跟我講的部分 那當然 我會先介紹 至於說Biohool 可能我們這邊有個框走牌 那到時候可以請他再做一點補充 好 那我們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讓大家有個全貌 剛才剛剛那個 啊 這個是掌盤不見的 因為他掌盤不見的 因為他掌盤知道全貌 好 看不下去 好 可以 好 那這個部分 像這個全貌 可以讓他自己再回來看一下 那基本上iPhone這個組織 甚至是總部在德國 法蘭克 他是一個NGO組織 那全世界有100多個國家 有1000多個會員 那主要他的做法 就是希望能夠促進有機農業的有趣發展 那OWC就是有機世界大會 那是iPhone他三年會辦一次有機的世界大會 那這裡面會討論到農業的韌性社會轉型食物 那最近的兩次的活動 一次 最近一次在法國 那法國那一次總共到場的 現場有300多位 那為什麼 因為疫情關係2021年 那在前一支在印度 那印度那時候有800多位 那這兩次辦完之後呢 我想大家要很期待能夠在台灣辦 因為等於是基本上有6年的時間 都已經沒有在很多人來參與了 那尤其是我台灣是一個基礎設施非常好的國家 然後跟疫度比起來好很多 然後我們的安全度又非常高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期待來參加 那在前一次呢是在韓國辦 那韓國辦那一次喔 那一次他們特別 特別據說了 就是資助了200多個開到國家的農民到韓國去辦 那些費用全部由韓國政府來支出 那也因為那次的關係喔 因為韓國政府統一要去支出那股費用 所以導致那時候由陳孝領帶領的團隊 跟韓國比的時候 最後最後可能有可能嗎 投票就輸掉了 因為韓國政府要全力支持台灣國家 所以這次我們在辦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明確就是 iPhone的JR粉絲跟我提出 你台灣一定要到韓國 全部給這個費用 所以我們在這個預算裡面都可以進去 但是因為實際上那並不是統合組的業務 所以統合組把這些經費全數三成 所以對韓國公立費用 並沒有預算的業務 只有這樣一個事情 好 那這個計畫裡面我們也是一個 突然之間在很短的時間內接受 那其實我們知道今年的1月份 南華大學最後才終於決定要接辦這個計畫 那本台應該是3年前就應該決定 結果到今年1月就接辦 那今年1月接辦之後 到整個計畫核定通過4月20號 那你要不要講到竹林西亞 OK 好 那竹林西亞因為內亂不辦 那如果這故事不辦之後 其實那時候就在全世界尋找 那尋找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可能成績動部 前部長跟實際有比較好關係 打掉了台灣 那總部長就一口答應要不要辦 那本來這個計畫應該是由中西大人來決辦 那其實我們所有人都非常樂觀 但是因為後來因為中西大人不辦 所以就來找南華大學 那南華大學其實我們也是非常的願意去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事情其實吃力不好 那就來回講了很多次 那最後最後 其實在前書長他同意之下 他認為說 他說我們全力支持不住7000萬 之後我們才 給你接受 那接受之後後來才是考驗開始 接受之後我們的預算 整個從談到通過 來回至少 來回至少是幾次 從1月談到4月份 因為他4月份 4月之後才合力通過 所以我們的合力通過時間是12時 那我們人力人全部到位呢 是到6月 6月初人力才到位 所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我們需要完成這樣的事情 其實非常非常辛苦 那也至於這樣的關係 所以各界對我們都非常不諒解 以為我們學校為什麼不會同開 因為當我們跟同家族沒有政治合約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同開 因為我不確定我們是不是有拿到投機化 那等到我們正式要開始到作業的時候 其實iPhone一直在吹注我們 那也導致於像我們很辛苦的是 我們在2月份的時候過年期間 其實我們的校長現在很辛苦 就是飛到美國 從美國台灣放球又飛到德國 又飛到德國跟我們一起去開會 然後我們在德國待了7天 那所有的費用呢 都是以南華大學 大家同意的辦法 效果這個我們自己 就要不要去付這個費用 到德國去回來 那這個時間 真的要先電 我們先電 先電 對 對 我大概補助了 我們自己大概電100多萬 直到德國就像這樣 我們接下來時間要 組別所有的資料 到第二把去做全部的宣傳 那我跟我同事 我們在那邊做全部的宣傳 那幫他合約的部分 那時候也很感謝 我們的高毅全教授 他事實上是宋戴法 跟前列長 他全程幫我們看過合約 跟iPhone的合約 iPhone合約 大家可能iPhone要出多少錢 沒有 iPhone要先要求 30萬歐元的 他先拿去 然後接下來 他有80個貴賓 是完全要免費出社 那另外還有50位貴賓 所以機票 住宿全獲得出版 那最近又多了6個 iPhone iPhone 他們有6個 最近他們來台灣的費用 全部是 大家要買單 所以這個費用 大家能不能想一下 原來其實我們大概要 額外從 最後我們跟文化組的預算是4300萬 裡面大概有2000萬 對不起 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利用錢非常少 那可能好像可以幹很多事 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們需要大量的人 來支援這樣的一個活動 經費 預算 網站 所有事情都說我們從來沒有評過的 那你想這個部分 我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太清楚 那我這個活動 非常感謝 其實真的是佛索紀念館 他願意配合 我們可以找到這麼好的場地 那幾個活動 有兩個會前會 兩個有機大會 還有兩天的會員大會 那核心呢 就是在機世界大會的單件 那 這次的主題呢 事實上是經過iPhone 所有的 界階的member 投票 決定的主題 那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就是兩個 就是iPhone 跟南華大學永續中心 但是南華大學永續中心 是南華大學的一個下手單位 所以呢 南華大學 不用自已的是 必須要承接這個計畫 所以事實上是南華大學 整個學校 來去辦理這樣的活動 以永續中心的實力來講 是不足以支援這樣的活動 好 那贊助單位 我想這個目前陸續增加 那我們期待 各界可以來贊助這個活動 好 那這個團隊介紹部 我想比較快的跟大家講 是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學校的後期資源 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這次有很多計畫要大量的發包 那大家的外包 那外包包含餐點 包含對他的外包 所以需要整個團隊動起來 那另外活動組這邊其實我們有相當多的事情要去揮動 那基本上分為議程行交傳播伴給合眾 那講到不能可能看到就是我們這一集 因為基本上我們後面的 我們大概有幾個架構 那我覺得阿密克 外國女士 他現在不算 OK 他事實上是不只是會議紀錄的人 他現在第一線工作都長 他有在台灣一代六年 他現在很清潔 那另外我們書籍的密書也在這邊 那活動組裡面剛剛議程組就是我們陳柏堅教授 那行銷傳播組是我們那個邱路夫教授 那夥伴跟訪助組目前是由我個人來算是剛剛 好 那議程組這邊其實我們有兩位 三位助理 目前都有一個到位 一個進入 那現在在隔壁支援隔壁 隔壁現在有五個議程同一在進入 五個入職發表成立 那還有陳毅 陳怡這邊 還有金鼓 OK 那基本上這三位的英文都非常好 那金鼓是台大V的生 是像大香港人 那陳毅曾經在國外 待過兩年 他是東京大陸 其代理在國外 然後還有金鼓 這三位 都是金鼓東京大V的生 那夥伴組呢 其實我們有一位就是 我們諮詢顧問 因為金鼓小羽他長期是在iPhone這邊 在臺灣得負責的秘書 所以他到我們的負責 他還幫我們協力來去把我們的伴 都找進來 那還有家境 那兩位漢語 都在線 OK 那漢語這邊 他高中跟大主都在加拿大主區 因為非常好 所以我們是跟國外人在嗆 開會呢 我們都是用原本的 就請他一起來參與 那還有一位外國學生 外國畢業生 你知道我們臺灣帶給我們 Jesca 他是菲律賓人 然後我們開會的時候也是有看來代表 其實我們的 我們的TEAM其實是一個聯合國 好 下一頁 好 那場戶組這邊的話 賴西美是負責我們的 西美主要負責我們所有計畫的 還有預算和銷跟申請 那俊庭 OK 俊庭常骨組他也來協助 他嘉義大學的畢業生 他應該多億有超過800%以上 那到這個關鍵組合想的就很快跳過 跳過 其實我們都想到很多需要跟我們合作對象 都一直在思考那樣的規劃 那活動的規劃 歐洲的根話事實上是這樣 我們在11月30號到12月11號 我們有會前會跟生態之類 那生態之類 目前有兩個NGO組是拼頭進來 一個是KKF 一個是BB 那KKF他們覺得要三天的活動 所以他們從29號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就三天活動 那事實上我們從28號開始 一直到12月7號 我們在桃園機場 第一行下第二行下高雄機場 我們隨時會有人力在那個地方 就是做接送的服務 我們隨時有能力 那隨時會大概 桃園機場大概會有10個公讀生 加上我們專任人員 高雄機場會有能力 隨時幫助做接送 那接送兩種模式 外國人的模式 一種是把他送到車站 警察巴高鐵 高鐵下降車站 接回去 一種方式包車 假設這個國家 他來了很多人 你把他可能願意包車 我們就包車直接送到高雄機去 那他也可以像這個生態之類 桃園直接接了就去參加 參加完之後再把他們送回到 送回到高雄的高雄那邊去 這是有關生態之類的一份 那他有會前會 那會前會呢 舉辦點在哪裡 就在火頭基金館 真的會安 會前會 那這兩天的火動呢 其實你看到腳非常少的費用 那目前生態劇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明公文 那大概在這兩天 農藥混合地以後 我們就會把公文轉給農藥署 給農藥署來轉給全國各縣市的農業群 那因為事實上農藥署他們 在全國各縣市農業群都有輔助經費 他們希望他們針對各縣市農業群 補助的經費 把這個經費呢 本來就要辦的活動 拉到這個活動來辦 所以他要求我們來發公文 所以公文裡面 我們會把詳細的資料附上去 然後接下來到各縣市政務之後呢 由我們這邊跟各縣市政務建立窗口 鼓勵他們來提生態之語跟會前會 那或者是把我們現在目前有一些行程 提供給他 讓他們去來補助NGO組織 來辦這樣的活動 所以這是農藥署跟我們一起要做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透過農藥署 轉發給各縣市政府 讓各縣市政務認同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願意來把他們的部分原本的預算 要撥一些部分錢來去辦會前會跟進來自立 因為辦這種活動 不會要花錢 那花錢的話 對NGO組織來講 他基本上不太可能自己出錢 所以一定要縣市政府幫忙 那縣市政府反而就有總領署編定的預算 所以總領署是希望由這個預算 來去推動這些事情 先跟各位來了解一下 不然這樣我打算一下 那個正在這裡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 意思就是說那個壞兵 來臺灣參加這些生態制度 是可以不要付錢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應該這樣說就是 NGO組織他弄完之後 像KKN活動完之後他算出來他要 他三天的活動要付800多 然後有人就跟他說你這樣太貴了 可是他的確算出來 你要吃好住好就是要付得錢 這就是沒辦法 但是後來有問其他人去參加其他國家的活動 他說他們為什麼可以來臺灣 他說就是吃得很簡單 自己煮 真的要自己是這樣做 當然就很便宜 所以變成說我們的團應該就會有高價錢跟低價錢 會有這個差異性 這個就是錢的問題 這個是比較面穎的實際面 那國內NGO團隊很多人跟我一直抱怨說 這個費用是在這裡政府要補充 那董環署也聽到說 董環署現在就從我們這邊來發文給各縣市政府 然後各縣市政府接下來呢 我們的同事就很辛苦了 我們要一個一個打電話跟他們聯繫 那當然有些 剛好我個人也會過群組 都一直都在調查 跟各縣市政府的農業群 我也會直接找他們的局長 跟他們聯繫 甚至你們可以來補充一些費用 那不用也不用擔心 不用就是你們這個麻省的計畫來補充 這是這個第一手資料的各位報告 這個我們已經簽到公文系統 但一直在往上簽了 那可能就是在補一個就是我們 就是接下來陳國慶剛剛院長 他的那個洛環署也是要評分他面向 我們因為我們是發文各縣市政府農業主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不好意思 上一頁看 好 那另外在這個主題演講部分 從12月2號到12月4號部分 他有Kino 那Kino部分總共11位 那在我們跟iPhone反顧討論之後 我們台灣要留下4位 Kino 那國外的這剩下的這7位呢 其實都已經決定好了 明代也都留了 那台灣這4位我們其實還沒有決定 當然按照我們的想法 如果黃仁駅他可以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留一個位置給他 我們期待是這樣 但是這個部分信還沒有出去 還不是很了解 那其他部分我們應該會有安排的就是 就是原住民的部分 應該會留一位 然後再留一位就是我們台灣的 就是有關有機農業 非常先進的有成果 有成就的人 那基本上這個人現在就算我們會長 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應該是 我們大概思考大概就是這些人 就是在會長這個要報 因為NP他能夠在iPhone1能夠終身成就 那個iPhone大家都非常尊重 那其他7位 由iPhone他已經推薦好 那另外還有主題演講跟Whatshap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是預盤 那到底多少場次 其實都沒有任何問題 國管這邊 他的空間都很大 都一定可以支持 那工作方部分 也就是這樣就是說 工作方部分也是提出來 提出來提辦方 付什麼 你們就是要付這個場地費 就付場地費 也是非常便宜 那通常一般的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您提到工作方裡面 那工作方你提進來之後 你被我們刷掉了 就拿到粉絲 那工作方這邊 iPhone他也會提工作方進來 那iPhone這邊 他們總共會派出12位 12位國際人士 那12位裡面呢 有6位iPhone負擔 6位台灣負擔 那平均一個人我們在預算 大概要賺到10萬 還包含機票加速 大概到12萬 所以我們要付錢60萬 所以這對我跟陳柏欽來講 我們兩個就看到在說 我們是不是要去賣房子 這個費用原本沒有付算 我已經拿到全部管 我們其實很擔心 因為那個費用又出來了 其實我們是 希望能夠節省經費 來負擔這個費用 那另外工作方這一塊 就是大概來提 那工作方提的時候 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認為有重點 千萬不要說的獎者都是台灣人 最好是能夠把國際的獎者邀請進來 可是國際的獎人家 誰不費用 對不起 主辦方要去想辦法 就是由我們主辦的工作方的人 去想辦法 要邀請這國際獎者 就是比較辛苦的地方 所以像 像PKM他們要替工作方 他們就好像邀請他們在 應該應該是埃及的獎者 可能會來 但是後來發現那個埃及獎者 那個埃手法已經邀請 因為那個貼要給我們 他們邀請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那另外來歡迎晚會 歡迎晚會 歡迎晚會的費用 我們就是大概運付是1000塊 這也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埃夢要求 所有的餐 都要有錢 那有機1000塊 你要當晚會 這個是基本上是天花面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幾個想法 第一個是 兩三支經費 要幫我們介紹一些人進來 就是說 他願意來贊助我們這個活動 然後贊助什麼 他不是贊助費用 他把他的米 他的菜 他的油 他的肉 都是有機的贊助進來 那贊助進來對他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他以後他要出口 他出口的時候他可以說 我這個米是2024年台灣舉辦 歐加的西紙地用油 紙地用米 對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他出口 他只要知道有機 都知道iPhone 就會有保護 所以我相信基本上 我們的米跟英雄 就是這種應該 只要大公司知道這個事情 應該會願意贊助 那這樣就可以在 這個1000塊的部分 他很多菜 因為一般大概 你的食材 大概只要佔上升級的費用 那這個費用 都可以加一下 那還有這三天的餐 每天的餐都是必須要有機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討論 但我每天的中餐 預算就是上百塊 必須要有機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討論 那最後兩天呢 就會有大會 那台灣本來會有 大概只有10家 那經過我們的努力 其實我們大概 我們的協會 加入之後 我們協會的協會 這樣 所以目前大概20幾家 那其中大概 基本上那10幾家 都是由我們學校 去把他們抓進來參與 參與這個協會 中間他們會有20幾家 20幾家 大概讓你們了解一下整個scope 是這樣子 好 下一頁 像現在在這邊很多人 可以那個材料 有機的材料 是不是請大家假設可以的話 幫忙推薦 現在 我們在義大那邊 他們要辦那個晚宴 也就是上山那邊 但是義大做不出來 全部都有點急的產品 那有機的產品他們說 除非你們買材料給他們 或送材料給他們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假設我們在這裡各位 有認識 那些有機的農業的廠商 可以請他們贊助 或怎麼樣 看得到 也許 假設比如說李人 李人能不能可以搶他們 幫我們協助 對不對 他同意 那個出戶龍 他從一開始就同意 他們可以幫忙協助 他是幫忙協助 他是幫忙協助但是 對 幫忙協助也是 假設需要的話 我可以 來跟他們高階的人討論下來 就是看錢他們的幫忙 贊助啊 或什麼樣的其他人 那種提供相關的材料 所以我們可以 偶小那個火光山 也會幫忙這樣 火光山 他們有沒有那個相關的 有些什麼山 你希望可以透過那個 那個國際火光會 那邊送信的資訊 可以簽隆 那個 農糧署 黃助長有講 他們有 他們有一個 附隊認證過 他們可以共好來當外匯 那個 綠餐 對 他現在那個 綠餐 也是有一點 小小的問題 不然就是 就是 主要是因為 他如果要放攤位 我們攤位 標價是5萬塊 早鳥是上班 那所以綠餐他們現在 有在反應說 是不是 可不可以不要攤位費 但是不要攤位費的話 的付費 又要透過跟農糧署的 因為農糧署補助了 50個攤位 那我這個攤位是農糧署補助 他告獎 要給誰 所以 基本上 應該就是 所以我們在7月4號 還要跟他們報告說 是不是要給綠餐 他如果 他同意 他綠餐 他可以掃獎 3萬塊 他也許會有一點 這是 這就是幹嘛 這兩天發生的狀況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部分 如果說要 廠商贊助 然後可以 露出他的 Logo 我們在想說 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 就是 你不能要追 還是要經過 iPhone同意 他可能不同意 或者他可以同意 但是 你可能捐助的錢 捐助的等價金額 要超過捐助的稅幣費 那他才會同意 那他說 不然說我今天 我提了一桶賽過來 我就要露出 我可能要提一千桶賽 然後再算 才讓你露出 露出的露出 以上大概會有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這個彈數頁面 你都會看一下 那另外我們這個本來有一個 BioTool跟會檢惠 這個詳細說你的部分 大概說一下 就是說 基本上 就是我們要來讓台灣的有機農業業者 國外展 分享農業科技的部分 那地方政府舉辦最多一場 大概也許兩台車 就50個人 那另外在工作方的reconference部分 也是一樣 那我依序可以 大概5到幾個工作方式 30 每一場大概可以有30個人到150個人參加 那等一下我們會有詳細的一個說明 那不好意思 欸 等我按一下 上去 好 下一個 那現在至於的部分 那就是要去做提案 那提案裡面有包含了費用 包含工作時間宣傳等等費用 那費用可以向參加者搜尋 或者是募收尋 好 那身材之餘呢 我們現在投稿的時間到7月底 剩下一個月 那直接去Email過來 那這個計進來之後呢 基本上我們會由我們承辦方 就是我們的同仁 會先做過濾 那過濾完之後 如果有過完整本 會請他先補 因為大概有到73 要送來就來不及提案 那補建完之後呢 我們會在台灣這一邊 準備組成一個Community 那跟iPhone共同來做審查 那審查完通過的話 就會通知主辦方 那就會把你的資料 放完整的放在網頁上 那費用多少也放在上面 那所有的費用由誰來收呢 由我這邊會收 說完之後 我們把費用會直接轉給 轉給主辦方 那相關的退費標準等等 就是按照標準做的程序來做 那這邊也可以直接連結過去 這個部分 打算一下 那個假設萬一沒有人來投怎麼辦 有沒有一些備案 目前是有兩個來投 所以我剛剛特別提到說 備案就是我們自然會報 各縣市政府 所有縣市政府 那當然我們私底下 有去搖嘴過 已經打過 我打過兩個電話 一個是跨林市政府 一個 財中縣政府 那財中縣政府 真的跟我提到說 我很趕快來 他們有預算 來之後他們就框下來 框下來他們就要來辦 所以縣市全台灣 所有縣市政府都會發 後來之後我們第二件事情 是要跟每個縣市政府 來聯繫 那希望他們把原本的 預算 一部分 摩到這邊來 來去贊助 我中文的時候 中文之前剛好 慈欣那邊他們過來 他們已經有投了一個 就是大陸了 所以第三件 那另外就是像 那個我們的 workshop 應該KKF他們投了 那慈欣那邊他們也會在 另外一個 OK 我慈欣 他們投了 他們投了 因為 對對 之前 然後workshop之前 是KKF投進來 現在慈欣有 他們都一定會投進來 對 好 那是不是可以把我們 剛剛這個範例修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 大家要做的範例 因為我們不能夠去秀 其他家的範例 我們只能自己寫一個範例給大家看 因為其他家投進來的範例 畢竟是他的智慧產權 沒有辦法 那我們這個範例 歡迎大家可以使用 好 好 我先簡單講一下 放大到可以自放到頁度寬 這太小了 放到頁度寬 這真實的放表像是這樣子 有嗎 夜寬 這樣沒有中間 下面有 對 這樣 夜寬 好 沒關係 好 這樣子可以 往上拉到最上面 最上面 不是 最上面 往上拉到最上方 不是 最上面 這一個 對 就是多放 往上拉到最上面 還是我 拉到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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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他的格式往下拉 慢慢 慢慢往下拉 慢慢往下拉 好 我先講一下 他有一個日期啊 規定啊等等 我再往下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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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格式都可以下載 那第一個是你的那個題目 第二個是主題 主題 組織者 跟連座人 像這個就是我們就模仿 這個 花蓮縣組他們要先模仿先給他們看 他們要自己按 陳書文他們的處理 他們的處理 然後呢 他們相關的community 就是他們這個 這裡面會參加的那些community 包含了 還有像台東縣線 還有這個花蓮縣線 這是我模擬給他看 再往下 好 再往下 那還有跟那個我們生態之餘的一些 這些主要的目標 目標是什麼 寫下來 等下 像我現在沒有說明版 再往下 這目標 還有主要的主題 主題是什麼 大概要搭到什麼主題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永續農業 還有等等的相關 等等的路不讓你寫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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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主題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連結 其他的連結 再往下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他主要的對象是誰 還有相關的一些細節 是哪幾天要辦 再往下 OK 他整個完整活動行程 幾天幾分 要做什麼事情 在那邊幾個 從那邊開始 等一下 再往下 還有就是你的整個行程 你要怎麼玩 你要怎麼走一個圖 給大家看一下 再往下 好 那還有第一天第二天 再往下 第二天的行程 第三天的行程 OK 再來下一個 還有你的相關的一些風險的處理 還有你希望可以讓這些學者 可以讓大家看上什麼東西 就好看 看往下 好 然後 tune show 就是有些他們的一些 saction 去follow 比如說你這個東西 Fire tool 會跟你後面workshop 有沒有整合在一起 或者是跟precover 整合在一起 OK 看往下 還有你主要的語言 語言跟中英文跟中文 好 這樣 還有你的註冊的費用是多少 那費用怎麼估算的話 我們有寫在下面 當然這個費用到時候估算的費用不會放在網頁上 但是我們要審查一個合理性 再往下 自商合理性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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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往下 那後面有中總版 中總版第一個 我就給一個名稱 花東有機農場原住民化資的銀化 主辦的就是縣政文物業局 他的那個局長 那參加者包含的銀川米 還有金鳳 金鳳的巷長 花蓮縣政的縣長 那主要的目標是做什麼 再往下 主要的內容要交哪些東西 那基本上還是一個還是以生態有機的方面來去做 再往下 好 那增加就像有限制的人 就是超過度比較好 再詳細行程 三天 好 我們看一下 行程的介紹第一天去哪裡 好 再往下 好 第一天他的旅程從哪邊走到哪邊 好 然後在第二天 的行程 好 第二天是在這裡做哪些地方 好 再往下 好 第三天的行程 好 再往下 好 生態之餘的部分 好 再往下 好 還有風景的管理 好 可能要對鬥類 還有相關的一些如同地要問 那一起有什麼成果 我們希望你們知道什麼樣成果 好 分享的成果 有沒有跟後續有跟風落幫有沒有關係 用中文跟英文舉辦 再往下 好 報名備用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就很詳細地列出所有的預算 好 好 我們把它列出來 好 顧家之餘沒有 好 再往下 好 景點介紹 我們把這個scope給大家看 往下 好 打到下 就我們的固定度上要景點 我們就把它放出來 這是一個範例 那我們之後 我們要 我們這個 給那個iPhone審查完之後 我們盡可能就是會 請他也許把範例放上去 那名字可能會卡掉 就是那些名字都會有個人 對你來拿腳踏 放上去 就好 在原則上就是說 如果 要主辦方 你說我英文出現有問題 我可不可以直接都可以嗎 寫完給我之後 我們幫你翻個英文 由我們來協助 由我們協助幫你翻英文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有編列預算 尤其是我們不要擔心你的問題 但是可能要必須擔心的是 當我們在新城走的時候 必須要我們可以用英文來做介紹 讓一些外國的 他們可以了解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我這個部分 我想還有點時間 我是不是有保險 這個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都要在裡面 那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特別還有邀請一位 就是旅行社的從業業者 他可以來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旅行業相關規範 那我們這個活動裡面 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雙重挑選 那說明保險的原則就是 在辦活動的時候 需要有 就是中華領族的旅社 相關規範的通知 能夠進來參與 那當然這個參與過程當中 有可能會增加這個 那這個費用部分大概怎麼樣去推算 或者是怎麼樣做 我想警方總來更加 這個發生我先 先打算一下 就是說 這個 這個你剛講說要花韓典 就是縣市政務 對不對 就是來參與這個動態 所以這個東西是 最好就是 不只是給農業術 應該給 他們的文化局 給他們的觀光局 讓他們一起 原作給他們什麼封眉劑 他們可不可能 如果下半年要辦 都不能把它挪到那個時間去辦 這樣的話 這個行程才會更豐富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文化 藝術這些東西 要想辦法把它結合在一起 好 謝謝 就是 我還是回去再跟農業術 因為 我講什麼他是 折承就是 他的農業 農業 他們只是考慮農業 可是問題是文化 各縣視光光 這些東西應該在一起 對 啊 我有跟 花蓮縣 跟台東縣聯繫 花蓮縣是說 農業縣跟我說 他會再找 他們其他群組 一起來辦 對最少那個 勾吻出去的時候 要提醒他們 能不能 能不能把相關的 比較大型的活動 就在那個時間 一起來 來辦 好 那我們可能公務這邊 好像在修訂 你再修訂一下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就請 再次 沒關係 因為沒有時間 我自己辦律 要請 謝謝 那麼我是花蓮縣 那麼 我還先打個招呼 還有我們 船龍玉市長 還有 他的 院長 還有我們的 郭教授 還有 一志祺長 還有 還有 這位長官 來 簡單的講 前面這個也講過 這不行 那麼 剛次我接到這個任務 我先看看 有兩個單位來辦 第一個叫做 我們 今天 全部電話 按下去 然後這個 按下去 我說明一下 可能沒有辦法 這樣子 沒關係 我快一點 按下去 按下去 抄連接出去 然後 我這樣講比較快 其實 當時如果下來這兩個 我在想 應該找到 我們 如果是 旅行月全國聯會 經費不夠 可能這中間就會被我們湊散 我們是欺善 假設說 一百萬下來 全年會要拿三十萬 沒有 我們家說 我還確定要拿三十萬 我講 反正 你們剛才在電視上看到一個 李其樂對不對 李其樂 警示 他是招集的 我也是招集的 那簡單的說 我也跟大家講 反正 我一起 全部都放回來 因為我也是 老闆大學的 老師 我是旅行系老師 我從一百年就做那些 媽 我說謝謝 謝謝 後來這個 我們老闆大學 但是呢 我有這樣的人脈 因為我們前年會有很多 很多的組織 你們在看到一個叫做 如果老闆大學 是一位女兒結婚嗎 那是兵保協會的 那是只要教育訓練 就落到五千年會來 落到五千年會來 那好 這就是 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我也是 需要總配的 問題是老闆大學的 那麼再來 前半的待會 你再按下去 好了 再來全國分區 這個是學校 再來看一下分區 我當時先按全國 有全國跟分區 先按全國 謝謝 全國裡面呢 我把 我們二十二個縣市外國不算 當時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在北區 三加五區社 中區兩加五區社 為什麼這裡 我們拿過另外 郭光山的關係 把這裡放的比較重一點 但是呢 其實在東部這一塊區線 放兩加五區社 給投票 要一個縣 那當然呢 剛剛我們女士館 因為最近班校都很忙 因為花這個浴室 那我簡單的一個時間 在關機 所以因為整個的經費 一團大概落在五萬到十二萬中間 當然我後面還會再 你來 再跳過去 再放在一個分區 再放在一個分區 分區 如果你分了這麼多區 當然我們的經費會不夠 那我做到那個level又不錯 那好再放下來 再過來 好再過來 其實最嚴重的是 其實在設計的部分 來 停下去 這麼多的區域 好了 開始裡面還有M5 非常好這個可以 好了 這是我在學校的教課 教課教課的來 來 往下來 再按 再按 再下去 前面都不講 我要講 時速流行 好來 開始 這裡是重要 旅遊的五個宗拜 要是時速流行 來 先看到一個 什麼叫做第一旅程 就是當時我們辦 我們長庚大學 長庚醫藥學院的時候 趙群師們跟我自己帶來 我辦在阿里桑運館 一餐點再辦 我看到菜單 第一個我就打起來 什麼叫打起來 他用什麼 你知道 他居然給我用生育片 我每次來一天 不好意思 這個東西 你是靠三吃三靠的事 他們總經理會認識 我問我士林 因為你來 我才給你生育片 我哪會來 所以這個也是分情之一 不好意思 這個到士林要結束 趕快講 那再來 先等一下 現在動點在這裡 因為這裡面 另外 另外 我等一下 還有一個叫做 穆斯林 這麼多個國家 穆斯林裡面 我當時 光光局 當時光光局 叫我去授信 我才知道 這麼難做 真的很 全台灣沒有幾家餐廳 大部分都幾搜到 那這個東西 又一個 穆斯林的問題 剛剛這個點下去 有很多人 來 素食還有蔬食 三千塊 這才素食不可能 你講這個不可能 這個很清楚 不可能 素食還有可能 素食是不可能的 我當講比較怪 這樣開始 我都很清楚 我都不講那麼多了 我也是學校老師 我都改了 還有律師 這個叫呂素 所有人 早上便覺得不能亂找 是呂素 呂素是我們政府 光光局 另外他有辦法調查 尤其我們又是律舍身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那 食素有夠性 有這麼多 還有要上當地 你所有的島館 一定只有當地的榮民 比我更新 我的導遊不會愛他 像當時問我 導遊呢現在呢 出什麼 人家不叫小朋友 都不猜背 一般的三千 連我好一點五千 更專業的八千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我這樣來講 好請問一下 八個小時 這125國家裡面 裡面的語言有多少種 英國在地上 像我去參加新教育 官方局問我說 你辦MICE MICE MICE最好的單位是哪個國家 一個瑞士 一個新教育 為什麼 一個人都可以講到四種語言上 請問一下 我們去哪裡找來 你們有法律學位 不用緊張 只要找找一些工工都可以 這是價錢的問題 好 十四個塊 怎麼這麼多 來 下一個 這麼多的十四個塊 裡面半台有兩聲 怎麼去用 我們把行程發出去 由他們來學 好 來 下一個 這個被關掉 因為時間的關係 為什麼 我們要那麼多時間 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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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去做行程 我就不講那麼多 因為這個是 在學校 這個麻煩要水關掉 回到剛剛的那一頁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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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案 這個標案 是我們 委員裡面的標案 一個內容 好 這是評分的一個標準 好 這是評分的標準 好 大家看一下 它關起來了 再下一個 這是我們的一個評分標準 還有一個評選 可以看一下 重點是看到 這次 這個時候 我這個地方是我的問題 我莫取上身 弄很忙 沒有辦法 我來請他來 但是今天 真的生的發作 來開始執行 這裡面 兩天一夜 請問一下 後面的 可以不可以連續 因為我這麼多 花了這麼多錢來 跟國人發的過來 不止時間 我換月花 阿布朗朗加一加 又驚慨 我驚慨 我驚慨 他來的話 他來的話 他是不是要過完一點 連續 我在北部參加完 我參加中部 然後最後繞到 國光山 要不要 這個是大家討論的問題 是真的 這個我們 我們 旅遊協會 我們旅行峰會 有一個講 要跟我們 要跟大家講 這樣的可能性 非常便宜的 因為他是出錢 他說 而我當時問過說 安空很不同 應該就再說了 再來 結案 再來這裡面 團費 到底我們先拿的是 那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因為錢都是我們先出嗎 你是業者先出 我們再去行房 應該這樣講 那學校到底是先用二分之一 要三分之一 要不然我全部都要墊 全部都要墊出去 那就是一筆數據 那再來 你要歐元 哇 什麼 我們再算 我們再跟美國 跟日本人 算通通都會用當地 但是他用歐元來算 歐元 我們如果 我們接受度高不高 我是希望用美金 但是我當時透過去 跟他一種iPhone 我統一算有歐元 那當然這個是我可以討論的地方 當然 所以我來講 我們還有很多的信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大概 把這方面錄出來 謝謝 好 真的很感謝邦總 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基本上 並不是討論會 是要做錯誤 所以邦總 大家都會 不能給他做任何的討論 所以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邦總 應該是跟我們上次討論 線上 有一次去解說問 其實我不能夠做任何的回事 那邦總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防隊 所以他講的任何的講法 不代表我們防隊的意志 我們先跟各位報道 抱歉一下 因為邦總 知道他要來上報 他說他有件發料 這樣 那我們的原則很簡單 請問提出來 那我們要求你有一個女色的同家 所以你找任何女色 其實我們都討論 就是要你的指導 去討論 那 並不是很抱歉 這跟邦總 抱歉一下 那這個年額會也沒有的關係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 學校大學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我只好很抱歉跟邦總 講出一個這件事情 那這是以上的一個說明 跟邦總做一個資訊 畢竟我們必須要非常忠義 而且很嚴謹 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謝謝 那所以 最近各位這些老公約測試 一定不代表我們的立場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 這個reconference 跟workshop 那reconference workshop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類型的事情 那只是說 他究竟是犯在 那三天大會期間 還是犯在 三天大會的會前會期間 本來我們的會前會 因為我們必須要安排的reconference 我們叫reconference 但是Imo其用我們來安排 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就安排進來 那這整個活動 也變reconference 跟workshop 不一樣的地方是 reconference 這個費用呢 他是獨立在 歐文單位系的費用之外 所以變成說 我今天 假設我繳高檔系的 不管你 我繳完之後 那繳完之後 接下來 我要參加reconference 要不要繳錢 他需要繳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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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說 他還要額外繳錢 那到底要不要繳錢呢 由主辦放 就是主辦的reconference 他這邊來要求要不要繳錢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至於workshop的話 就是剛好不一樣的方式 workshop是這樣 workshop是 他已經繳的議題沒有進來 所以關於這個所謂的參加者 他不用再額外去繳 參加reconference 等於說我今天繳了300美金 或者繳了600 最後繳200美金 就是我剛剛三天 我要吃到飽 我要聽什麼都是我 我可以去聽一個 那preconference 是 假設我今天有七個 我只想踢一個 下一個 那一個費用 那個費用不好 這兩個活動裡面的 整個活動的費用 是不是允許沒有報名正式會的人參加 需經過我們 現在目前 經過我們跟謝忻的會議決議 謝忻的iPhone這邊 他們都同意了 也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參加的是 11月33號到12月1號的活動 可以不用去 去做 去繳後面三天的費用 但是 您還是可以 參加這個preconference 您還是可以參加preconference 就是我只想參加preconference 但是後面的600美金太多 不要繳 但是我這個我可能只要繳個 可能繳個頂多100歐元 好 那100歐元繳完之後 我就可以參加preconference 那就可以 你也可以只參加這一個 就是 跟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問題大家要這樣理解嗎 所以應該理解 這個會很複雜 那也是到7月底為止參加 那這後面呢 我們也是會開會 會審查 那preconference Moreshop呢 你必須要用英文來鑽線 你必須用英文鑽線 因為這個 當天的會議 主要的點都會是英文 所以我們要用英文來鑽線 那跟Biterpool他一樣 然後下一個 然後下一個 好 那另外還有就是三天大會有主題演講 剛剛這個都提過 我想可能就票過 那主題演講 只允許沒有繳播 或者是跟人來參加 那另外分組演講部分 就是剛剛我們陳院長 他所提到的分組的演講部分 那每個場次呢 會有大概20分鐘的時間 其中一包 這很像我們今天在我們隔壁的形式一樣 那隔壁的形式 他們每個人大概就是有15分鐘 就是15分鐘 就花完了講跟回答 那這個場次是每個20分鐘的部分 那poster也是 就有點緊 如果我們今天活動的形式是一點樣子 那有人提到說 欸我有投稿 我是不是可以 兼少報名的沒有 這個投稿跟參加都一樣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你投稿又參加 所以這樣你就有雙重的一個身分 對你們是最好的 我覺得不要只是來參加 不要只是來投稿 好 那工作方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那工作方的部分就是有很多形式 就是看你 其實你工作方你要唱歌跳舞 也可以是工作方 或是你要做相關的主題的工作方 像工作方這一個部分 像我這邊我就會提 剪刀尾銑我們學校的那個曼城跟曼石 他們也來提剪 像我這邊就會想要來提 有關農業探中文的議題 我可能就會來提工作方 那提完之後呢 我們一樣站在哪個問題上 跟其他國家來比較 所以我這邊我也會想要邀請 國外有關農業探中文的專家來參加 那邀請專家的費用呢 就是我們團隊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自己提案單位 自己要去想辦法找贊助 然後邀請他 或者他自己自費過來參加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獎者的部分 來參加獎者的部分 他需不需要在繳 繳費呢 基本上他就是 他主辦方的那個 當然就不用自己在繳放門費 好 那另外對工作方的時間也是一樣 他也是一樣到7月30號 那工作方我們在這邊 我們會提供口譯的口譯員 但是口譯設備 我們並沒有包含口譯的設備 也就是說工作方的口譯設備 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幫您準備 但是您需要付費 那我們的口譯設備支援什麼 只有支援給入門發表者 如果我們發表者的口譯設備跟口譯員 都是由大會全部光臨 但是工作方呢 基本上我們會提供口譯的 但是不含口譯設備 口譯設備 基本上是我們可以支持 但是費用要跟主辦方的 來要去負擔 給他們來負擔這個費用 這個部分可能這個權利義務就是 講清楚了吧 但是如果不清楚後來 之後打電話來請教我們 都會跟你講的非常清楚 那口譯設備的費用 我們不算給你們看 那報名車大費的費用 就是剛剛其實 我們體驗廠已經有提過的 好 那主辦方的費用說明 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有估算出來 那就是你會錢會 一天 兩萬多塊 兩天就四萬五千多塊 但是這個一天 這個費用其實就是收 你要是收場地費的部分 那如果是一個時段工作方 一個時段的話 就是上台 你要包一個時段也可以 你要包一個時段也可以 那場地租借清潔口譯的話 就是一天這個費用 就是兩萬千元 那什麼到歐元 那當然為什麼我們只有歐元跟台幣 那基本上是因為我們這次大會 批判發iPhone它是在等 那我們的律界這邊 它基本上它只收彈定 所以它這個匯率轉換 它會用即時匯率直接轉換過來 所以有可能收了錢很多 可能收了錢會少一點 那這個就是已經彈定的費用 就比較沒有辦法去做修正 這個是已經是規範你的iPhone 確認清楚 好 好 那另外我們還有展出我們的其他的那些 就是貪產的部分 那貪產的部分 基本上它目前就是有兩種 一種你可以多攤也可以進空 那進空的這個費用跟貪的費用呢 我們現在還不會完全確定 但是我們會確定完收正式公告 好 那貪產的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同核心的環 畫這個螃蟹的那個都是 對 就它們的鳳梨走到這邊都可以 那整個空間我們初步計算過 可以容納200攤 那其中有50攤的費用是由 設整個農藥署它所它的出資 所以那50攤的攤位的展出的決定權 基本上我們還是尊重農藥署 那50攤裡面我想基本上你可能要給那個iPhone的單位 展出他們的主體 那可能要給農藥署它的下屬單位展出 那另外就是有關有機小農的部分 有國內的 國內的 有一些人具有團隊他們有反應 那農藥署這邊的獨長他們還沒有做特殊的回覆 所以那個部分我們也會去確認 那這個在7月4號之前我們會先提出方案 因為那方案我們會給農藥署核定之後 我們會以為農藥署這邊來決定 那要給哪個縣市政府 公豪小孩的部分是由 它這邊會來去做決定 它來去做決定來提供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個樣子 那他們所有的攤位基本上 也是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你要進攻 進攻的自一款 還是你要用它的攤位做什麼 但是我們基本上有用 它用的攤位可能會擺在一起 那進攻會進攻擺在一起 讓它盡量不要亂掉 那餐廳的一些條件有分很多類 那餐飲類 那餐飲類就是剛剛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 Digisan的部分 Digisan的部分 他們國民也有這些相關的要求 那還有像機構類就是有關NGO組織跟政府攤位 像可能像迪宏福利市場 中間裡面就有希望來展出 那展出的時候可以跟國外做像雙腔的關係 還有出版品、學術研究、學校、企業都可以來做展出 我們現在其實希望廣泛的來展出 而且展出市場這個攤位 國內外的人都可以進來 這個他們不會說你要搶費 才可以進來看 任何人都可以買就在公民手 那甚至就是像佛光山 它這個活動紀念館 平常就有很多人來 他們來都可以買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同時我們在理晉大廳 國外界的二樓 二樓進行常設展 從今年的7月1號就是明天開展 那7月19號 團體國部長跟國光山的大師 會有一個接台跟正式開幕的 我們在7月19號 我們學校長應該也收到訊息了 這個就是一個環保跟新法的對話 那就是環保 團體國部長跟新法的上 對話 就對環保跟新法之心的大師 對話 那個洪主委 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上面那個剛剛那個 那個 因為現在農苗組他們 他們會掌握一些農民生產 有機或者有善的食品 對不對 可是這些食材 一定要想辦法事先告訴農民 多生產一些 因為他們平常在供應 學校營養物餐什麼的 搞不好 到時候我們要的材料 沒有辦法供應 所以 所以一定要事先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專人來負責 怎麼樣去跟這些農民談 就是說到時候 11月 11月比12月初的時候要多 差不多預計要多少 從人數可以算得出來 我們假設說以1000人來算的話 產業者 那到底要多少食材 我想 有機米 這些東西比較容易解決 可是 蔬菜 水果 這些東西很難 所以 這可能要事先去規劃 好 謝謝 我們要回去 可能我們同事都在這邊 聽到之後回去補出規劃 然後要跟各些市 這種農民事件來確認 好 那攤位規劃 像譬如說 今天早上那個專櫃茲教授來 他們就有一個NATDA 就有一個協會 那個協會就是有很多農民 類似像這樣 就是讓他們大家知道說 到時候要多準備一些 食材來供應 所以這回去 我們的同事會就寫出企劃 看有沒有問題 再跟什麼樣子去報報 那另外在攤位的規劃 這是我們只是初步的想法 我們希望可以到200家 那現實政府 大學出版三 國外 國內 驗證單位 預設餐益 跟有機想法 這是我們只是初步的想法 但是其實實際的狀況 還是要等到大家來報的狀況 這個要不要自己出來 我們當然沒有廠商來報 那定價呢 目前是這樣 目前早兩家其實是這樣 在目前有一攤報名 那三萬五的價格就進來 那我們的成本多少錢 連攤位前的成本也還多 那有一家那個應該是TKF的 熊米市場他們已經報名 他們已經也繳錢了 三萬五先繳進來 他們就繳錢了 他們就覺得應該要做 他們就全部繳費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攤位 盡量在7月30號之前 全部都完成 全部都完成 全部完售 可以達到200攤 這是我們的一個體驗 那保證金會也要需要 5000塊的保證金 其實你可以先繳 先繳 先趕快先繳保證金 進來確定要這個攤位 那當然後面行銷的話 這邊我們會後續直接談 這個我們先跳過去 那量很多的話 這個都還不確定 那贊助回規方案 那目前已經有確定的一個贊助 用歐元的形式 有所謂的Diamond級 然後到Support級 那會不會Support級 他可以秀到什麼樣的地步 然後可以有免費的KF數 這東西都可以看出來 那我再只是思考 假設他要贊助你贊助量 他的金額下限可能要符得到 這樣一個的金額才行 可能你就是有贊助一點點菜 然後要執勁 可能iPhone這邊不一定會同意 我會這樣想 這個我已經已經 我們需要長期合作 有一些廠商 好像那個 叫芋桶 那就是有機食品加工廠 那個很大的 他如果來贊助這些東西 我想他一直願意 然後給他一個攤位類似 像那樣東西 所以我們要從自身開始 周邊的這些關係人去思考 KF的話乘上那個大概大概40萬 最少你的金額要大於這個 那這個100K大概是做到的 對 最多的iPhone 然後我知道 那這些加工廠 特別是像大的米廠 譬如說山水米 什麼中興米 那些都是有機米 他們都會願意贊助 台湯公司搞不好也願意 一同 然後像這個50K 目前有兩家國際廠商贊助 那兩家國際廠商的話 贊助到台灣來的話 他從iPhone端贊助 他們要拿40多 但是上次聽到說贊助 iPhone一直沒有跟我們通知他們的贊助 但是他因為他贊助這麼多錢 他就必須要 他可以刊登LOGO 使用標章 大會錢跟大會錢使用標章 刊登廣告 有半頁廣告 所以這個公共我們都會知道 那個資料給我一下 我來存給育童 給他們參考 各人同事又要 我相信他至少應該可以到這個等級 或這個等級 對啊 3 至少大概快100萬 這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對對 我想這個應該是 然後還有他們贊助到這個備用能 他有專屬頁面 還可以相關都會展出 那還有這個部分 這個都有相關的能量什麼幾張 我們都已經很清楚 我們的那個什麼 Walkshout部分可能我們一樣是 呃 秀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這個 好 Walkshout給我秀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我們看多少 我把Walkshout給我按給大家看 那這Walkshout之後 如果他們同意 我們可以放到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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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團隊來完成的 那這Walkshout裡面 前面也是一些標籤的要求 所以看一下再往下 那也是在7月30日要送件 我們再往下 好 那這裡面我們就要提供 Culture Covenant 就是我們團隊主要送 我們想要做的是 農業談綜合 那只要認同我的名字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然後這裡面我們可能有 City Committee 我們今天有這個案子在 在農業署 在那個計畫之下 我們在武川 有設一個監測在 我們就有信在上面 然後還有農業署有合作 那主要的目標 你要把它寫出來 主要的主題 你把它寫出來 必須要英文來寫 因為這畢竟是國際會議 再往下 好 再往下 好 然後另外就是說 就是說 好 我們這個Whatshap裡面 大概三個 不要一直往下 大家放往上 不好意思 往上 再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上一點 好 那這個 就是它這個 這個Whatshap 跟我們會議的主軸 還有一個Trade 可能有這樣的關係 你就必須 你寫Whatshap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看我們的會議主軸 我們的身跟有機 有機 實性有機 按Trade 有什麼關係 如果效果一定要跟這個主頭有關 跟我們的論文有關 那這樣你才容易吸引到參加者的IT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必須請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就要寫的部分 往下拉一點 所以你看我們有關 相關的康人的Trade部分 有關 Policy部分 往下 Knowledge部分 我們就往下 所以我們就拉到兩個組 那四個組 我們就覺得我們跟兩個組有關係 好 那另外還有目標的對象 我們有學生研究的農夫 政策制度的 有機農業公司等等 還有這個本身的 工作方的形式是什麼 我說那種形式 很簡單 我們有Keynote section 還有Q&A Keynote section 我們這邊就三位 第一個是我 我就說我怎麼樣實現農業探証 什麼的 Reliation of agriculture Carbon Neutrality 那第二個呢 我就請陳柏基院院長來報告 How to count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and dry speed 怎麼樣在水稻前 減少采放 就是拿移成的安逸 那第三個 我們團隊發展了一個 Greatform的平台 那平台呢 我們的操作者其實反而是我們 Jesca 就是她是菲律賓人 就去跟她講說 Educ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計畫 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不是只有台灣人 沒有外國人 因為我們沒有經費 所以國外一個人就是菲律賓人 他進來參與 那這個平台我們就要全世界來用 而且這個平台自上英文也有 好 就是這樣講 那還有一個Para Discussion Para Discussion 就有20分鐘 就是大家討論 Q&A 就是大家可以開始來討論 所以我們這個Session加強的 基本上就是一個半小時的Session 三個獎者 那包含台灣 包含菲律賓集一起來參與 雖然都是我們中期的人 但是我們就先往通過進來參與 所以我們已經思考過 然後再往下 Divation什麼時候 我們希望在11點半到1點的時間 在那個就是12月2號的時間 對 你們那個容易看盤台 搞不好在全世界還是站在前面的 對不對 我們也希望是 對 對 也許會吸引外國人的 對 因為我們的平台也非常好用 而且是主要完全ISO的部分 而且也中文反應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機會上 全世界知道我們這個平台很難用 好 待會一下 好 那另外我們的Name outcome 在寫下我們期待 每個outcome和每個不一樣 然後這個outcome 可以被share的部分來看一下 那主要一點呢 我們決定 決定我們不要花錢請翻譯 所以我們全部用英文 我們可能就沒有中文翻譯 我們就直接全部英文來報告 那如果要中文翻譯 我們就是需要有 花錢去投意設備 然後花錢去 就是投意人這樣做這些事情 基本上我們 我們希望我們的對象 就是這些 我們是給全世界其他國家 我們台灣人要來跟我們上課 我們其實已經上了很多次 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們對象不是老外 我們這個對象其實 主要版本是台灣人 然後再往下 那明天我們需要 大概50到100個人參加者 那事實上到最後會有多少報名 我根據報名人數 會做調整 我們需要有什麼樣的設備 我們可能要projector 還有 microphone extended call 還有像speaker 還有audios angrify等等 然後往下 好 往下 OK 那這 然後另外我們 我們為了要去 為了讓他們選 我們進網shop 所以說 我們其實有做這些東西 你看 那這個其實會跟我們的 我們的 buyoutube會 OK 我們跟我們 buyoutube會合在一起 buyoutube會看說 我們怎麼去設置 我們在花蓮廣場 怎麼去做環境的建設 怎麼去量的 全都怎麼排放 再往下 然後我們怎麼去操作 我們再去 我們的助理 再加入川普的老闆 怎麼操作設備 然後我們的平台 在這裡 在我們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當初是 是因為成效的一句話 我們來做這些事情 我們平台裡面可以做 農業的排放 所有農業我們都已經放在裡面了 不管各方面農業排放 我們係數我們都已經放在裡面了 當然係數目前是國際係數 國際係數還沒有建立 再往下 再往下 這個平台的結果 然後我們sepling的結果 求情權一文的 七種分子氣體 還有類別 分子裡的類別 再往下 都出來 都往下 所以因為我們是覺得 我們有點信心 說我們這個平台 應該如果推廣地區 數字其他國家 他們可以來用平台 讓世界交流 所以我們決定要來投這個計畫 那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稍微也希望說 也許我們整理完之後 我們會放在平台上 網頁給大家 讓我們提供 給其他國家的下次來參考 來參考 以上 我想大概講到這邊 現在時間二十五分了 也差不多了 那不曉得各位 就針對我小朋友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班牙處 我大概先再補充一下 因為 班牙處 我們的立場 因為我們是主辦單位 所以 我們不會去 就是很不好意思 說我可能沒有辦法 推薦說哪一家廠商 來合作 這是我們的立場 但是 但是當然 我們會找康總 是因為康總 他其實就是 他的連續上 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請他來分享 但是 基本上 我們沒有任何立場 就要找任何廠商 那 我學好一份的 我們這個範例 也會給大家參考 好 下午就再做 有關 我學好跟班牙處 比較安純 不像路那麼複雜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 我們直接再做 請問我請教一下 那個 講到那個 Galadiner Galadiner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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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準備讓那些人 住 住那個 一大世界 是不是 對 一大世界他們可以辦這種 有機餐嗎 有 他們現在就是 他們本來不想辦他們 走 如果有可以辦 那沒問題 如果不行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去找一下那個 高層那個 殺權主任 是 因為他在明道的時候 就已經辦過國宴了 他有這種經驗 我們在明道的時候 有辦過國宴了 那個總統 都在 全世界的貴賓 那個 那個是 所以有經驗 所以 就是確定一下 如果沒有問題 那就好 那有問題的話 要跟 因為那個簽證到就是 我們那個都是要抬腰 其實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好像 就是 我指定給誰 我不知道太標 當然 一大世界他有一個優點 那個是誰決定 那是IOM決定嗎 沒有沒有 那個是 我們這邊 我們台灣幫我們這邊 我們把規格標寫好 然後總共處 公開找到 我們一定公開 因為這個金額很大 我們現在其實包起來 很多東西包在一起 一兩千萬歲 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然後 也不能說我指定給誰 但是 我們對旅館的指定是說 必須離投入紀念館 車程 30分鐘以內 而且要提供至少 50件以上的旅館 4星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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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計畫 我幫你講一下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同樣主席跟我們講 這件事情 一年同業後 他會來做計劃 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非常在小心 所以為什麼會有行政主 他幫我們 但我們會覺得做起來 大家會覺得我們的反應好像很慢 他把包包什麼東西 不是我們 都我們都 不是能夠再去決定這些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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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我們說明 我想 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其實蠻多人 對這個活動 其實充滿的期待 但是 還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在管科委 如果 可能整個全貌 10分鐘之內 可以讓大家很清楚之外 覺得說 哎呀 我就是參與者 我是其中之一 那這個部分如果出來的話 我想 我樂意 我也樂意來當指控 當選獎員 何況我也是私訊委員 這個等於是大家 這個活人 大家一個榮耀 那所以 李林市長 他也可以弄那個原住民的 那個什麼通曹節文化 哈哈 有很多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 那個剛剛講師兄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的 保障很多的議題 那時候不管是 路母也好 路下也好 一定都有很多可以 可是坦白說 我現在還說不出來 如果需要的話 交代一下 我一起來參與 一起來把這個東西 把它弄出來 那這個弄出來以後 就可以表達了以後 那因為其實有一些單位 包括PT 包括那個 其實呢 他們很積極 在想要了解 那我跟他講 後來 那個PT也來了 那他們其實也有很多保障 他比方來講 那個人事學 他的阿德圖 他的冰淇龍法 他的冰淇龍法 其實有很多的那個 靈域跟治安 跟有基礎有關 李主持長 你挑一個 等一下往上 回到我們那個 回到下一組 在這裡 你至少挑一組 看得要哪一組 不是 我先講完 所以 那個 他本身沒有農業 他是講永續設計 其實永續設計 跟我們 其實 為了這個事情 想要了解這個活動的事情 那個領導人 那個 將會以曾經專程到台北來找我 我說我來溝通這件事情 可是問題我之前還說不出來 那他呢 我們不是農業 我說 我覺得 在我心目中 就是最棒的一個農業的一個 雖然不常農法 他沒有普門農法 沒有什麼 他是講自然設計 但是他在整個農業的這個角度 是非常寶貴的 而且很重要一點 同一個時間 世界的普門大會也在台灣 我說這個要不要整個連結起來 非常棒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個整個力道 而且 他本身的 那個 他的故鄉 就很多的議題 可以去做 他的活動 前後 從11月中一直到12月 還有很多 他的活動 我打個帳 這關系 這個四個主看 你要挑 挑完之後 後續我們其實承辦你立刻 之後就是 就應當諮詢委員 其實給很多意見 我們現在真的很 我們現在真的很需要 待會兒 他進來之後 給我們一件 我們 我們現在能力已經充足了 每組都 你剛剛每組都兩三個 同仁在地 所以他們都可以隨時可以 你需要什麼 我們就提供資料給你 我們現在在業師 沒有人願意進來 還要進來做 因為我的一個 一個潛線 就是說 如果五分鐘 十分鐘 讓大家知道全貌 這樣子的話 因為有機農業出境法 施行之下的 有兩個主軸 一個是有機驗證 一個有善環境動作 有善環境動作 有善環境動作 目前在農科院 然後呢 有機驗證這個部分 我都可以去跟他們講 我說一下 農科院是我們最大的下方 然後另外有機驗證 政鋒行其實 他現在也是引爆到 投辦處裡面的諮詢 其實他們現在都進來了 就剩下你還沒有進來 其他該進來就進來了 農科院是我們最大的下方 農科院是我們最大的下方 是我們最大的下方 他們有兩個 大概有千多萬的案子 是這個案子 就在農科院的下方 那這個是一個例題 另外一個例題可能是 所有的那個有機驗證單位 還有友善團體 這一塊呢 其實他們本身有很多寶 對 他們現在 他們有20個驗證單位 他們有一個協會 那個政鋒行他 我們三支說明看他 是今天沒有來 他是有經驗證 對 那你就像環境這一塊呢 目前有四五十個單位 他目前在農科院的農政動性 那這個部分是 等於是說有機會可以 很清楚的去宣角的話 那個力量會很多進來 我了解 就是我是其實最期待的是 就是理事長 你就進來跟我們一起做 因為我們其實 我可以講一下 我們的心態 不是說 這是南華道理 這是台灣的事 了解 對 南華道理只是代表 代棒 對 這是台灣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是希望 你有意願參與 就是我們現在期待的是 最期待的就是 大家來參與 但是請不要用 替你們的方式 而是你知道我們缺什麼 好 你就來進來 就陪我們做 幫我們一起做 你就說你缺什麼 講完之後 對 你就回家了 然後之後下次你還是缺什麼 就這個 對我來講 你就會覺得 壓力很大 因為 講了之後 我們去做了 他又說你缺什麼 他從來不做 從來就是只有 只有意見 那這個 我們都會講說 你可能要請同名 等一下要全部免費 免費的話 免費的話 我們這時候擺內心的人 那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需要 大家要出一些的方法 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期待的是 看你要哪一組的進來 其實真的很佩服 真的是一個 真的公佛很多的 一個國際的會議 所以真的 了不起 我想這個部分 我很樂意在這一塊 就是說 用很簡單的方式 我們把那個架構放進來 好